亚洲天王吴建豪 过往曾经历微烂的生活 男女关系混乱 第一个花花公子 最近竟然主张圣洁生活 当中的转变有会是怎样呢 创世电视和他做了一个见证专访 想了解更多的话 就不要错过星期四晚上九点钟的 让世界感动 一出道就演出流星花园的吴建豪 迅速在亚洲爆红 而他也是在当时决定信耶稣 那时候只有一个人回家 然后就跪在我的床头旁边 我就叫你 我就说神 谢谢你是我的唯一的神 然后没有讲到 没有讲到15秒之后 就开始落泪了 我整个开始不知道为什么 就变得很感动 在一样世界感动的见证节目里面 吴建豪也会分享 他怎样靠着信仰持守圣洁 还有在非洲见证上帝的神迹医治 虽然吴建豪 这次来香港的时间非常紧密 但他仍然愿意抽时间拍摄见证 都是想有更多人可以得到祝福 如果要分享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认识神不是说很多东西就不能做了 而是认识神之后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你不会想去做了 我只能说我认识神之后变得更开心 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好 他给我一个真的自由的人生 在让世界感动的特辑里面 也有主持陈佩思 分享见证背后的人生智慧 一份感动可以扭转你的一生 大家记得邀请身边的朋友 一起收看让世界感动 创世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Vaness 吴建豪 在这里祝大家幸福快乐 希望你们可以每一天感受到 神的无条件爱